谨测自己 我口音也不清静 应当努力 所以这是好事情 跟大众相处 有的时候距离近 说话就闻到别人很不好的口 这个气味 你也不要嫌弃 你嫌弃他就错了 心里要知道 他口音很重 这个口音就是词地讲的 望日 念学 握口 即日 古人有所谓 40岁以前 我们的古报 还受过去夜报的影响 残余的这个 古报 40岁之后 自己这一生所造的业 逐渐逐渐 先前了 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过去身中造的物业 不怕 只要真正觉悟 真正回头 断我修善 我们在廖凡私信里面看到 像袁廖凡这样的人 在中国 过去 乃至于现代 很多 都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好 好 很快 好 made 宇宙